赌亡何鸿燊遗产争夺案终于宣判了 近日,据港媒报道 何鸿燊遗产争夺案有了最新进展 法院方面已经驳回了大房女儿何超贤 对遗产增加管理人的申请 此前,何鸿燊的大房女儿何超贤 对于父亲去世之后留下来的个人遗产数额表示质疑 特别是二房女儿何超凤从医院拿走了资料以后 何超贤对只剩下17亿遗产的内容表示强烈不满 所以就提交了遗产分开证明的请求 何超贤表示 他曾在何鸿燊卧室的抽屉里找到遗产相关文件 遗产数额超过110亿元 但文件已经过时 最了解,在古王何鸿燊去世以后 他的二房长女何超雄成为了整个家族的画室人 也是由他对外公开父亲离世的消息 而且从法院公开的消息来看 二房、三房、四房和妻子女都对遗产分配没有提出意义 目前仅有何超贤对遗产分配结果不满 不管怎么说 如今何超雄又赢了一局 他很有可能就成为这场遗产工作战的最后遗家了 那么大家怎么看 可能我们家就很大 我从小已经是大家者 我的责任感是非常高的 大家节 大家节,对 所以从小我就蛮喜欢就有这样的一种责任感